原則性的問題 我先一樣就數字來講 那目前我們是一個通則 那這個通則是這樣子 大於1400戶的公共住宅 6比3比1 6是1房 3是2房 1是3房 也就是倒回來來講的話 今天2800 一樣6比3比1 意思就是說 1房佔大多數 可是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有一個共識 那叫做2房比較多 1房比較少 這個時候數字就會降下來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討論的 比其說五數 我們今天簡報也是一樣 我們很清楚的跟各位交代 1房有幾戶 2房有幾戶 3房有幾戶 3房只有佔1分10 倒回來 如果我3房佔6分10的時候 我這個戶數 我這個戶數 當上等於1400 我要舉這個例子 在於說真的是容積 好 我們來算一下數字 各位也知道 都更的獎勵 平均在1.35到1.5 就是我們今天帶來的 好 225乘以1.35 那是303 少於好市長時代當時的博德 也就是說我覺得我們開始在溝通 在對話了 各位講說你家可以我家為什麼不可以 好就是我們很可能就是1.35到1.5之間 這是一個通則的討論 這個議題我談到這邊原則是有 今天沒有結論 也不會有結論要開始對話 我再跟各位講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就是都市設計審議 前幾天我主持只要是公共工程 我主持 這是公共工程 好 當時有一個案子 來了33位 為了一個案子 每個人都得到發言的機會 好 所以那個案子還在討論 都委會 我不是主持 我是報告人 都委會的位階 它是整個都市計畫委員會 那我是報告人 同樣的 各位 你們都聽過 違格小學案 你們都聽過慈濟案 也就是說 這個是台北市的一部分 在未來 他會面對很多議題的 也就是柯市長說的 環評不過 我們不會堅持 我們堅持的是什麼 替這塊地找一個適合的答案 這裡沒有一位數保委員 可是我們留下來的數 都是數保委員要求的 好 那剛才提到的 在兩個福德 那個 就是福德平宅 當中 那些數 其實數保委員沒有要求 是我們認為它應該保留 好 今天其實不是辯論會 今天只是告訴各位 我們未來的工作態度 以及我們過去的工作態度 好 我們進到下一階段的提問 謝謝 謝謝局長 那我們到編號11號的劉慧珠小姐 12號賴小姐 12號賴小姐